三玄爱心慈善会寒冬送暖活动 号召南投县商业总会 国际节人会 慈心修善会 张秀之议员服务处 南投市民代表 实信国等单位共享盛举 准备了爱心米 面条 米粉 食用罐头等等物资 并赠送寒冬送暖红包 帮助落势过好年 总共准备的物资 物资的方面有棉被 有白米 有白面条 还有袜子等等 还有我们送一个小红包 大约在六百块左右 李明都可以带到他的物资 然后对他过年的这段期间的 一个团圆犯啊 还是说生活上的 经济上的压力 确实有非常好的帮助 希望他们能够过一个好年 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我们希望三玄爱心慈善会的爱心 能够让我们南投县是最大的资源 这次邀请落势民众到三玄工 除了发放约两百份各类生活用品 同时也发放六百元的红包 南投市长张嘉哲等人 也都到场协助发放物资 有我们三玄爱心慈善会 特别在三玄工 有我们张秀之议员 也是我们的理事长 带领所有的志工 来做这个寒冬送软物资的发放 现场也有给所有的 这个好朋友一个小小的红包 让他们可以欢喜过孙年 所有十三乡正式的这个县民 都可以来这里 我们发放的物资可以来这边领取 我们尽量的做到各个的角落 吴秘书说 政府力量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 感谢三玄爱心慈善会 在寒冬之际办理物资发放 助落势的活动 让落势家庭也能够过好年 希望协会的爱心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社会团体一起关心落势 记者柯真宇南投市采访报道